女排好 人潮滿滿滿 幾乎快把展場塞爆 攤位前排隊隊伍 繞了一圈又一圈 所有人全是為了周邊商品而來 漫畫博覽會登場第一天 初估十五萬人入場 只是剛好遇到颱風渡蘇瑞角局 各個角色扮演者不敢大意 頭髮是都可以再復原 但是裝容被毀的話 就要全部重來了 今天也是風雨無助來 對啊 今天就是很努力的轉車 為了不要淋雨 對啊 那我本身因為我花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不想被風吹被雨淋 對 花了一個半小時打扮 可不能被風雨毀了妝容 所有角色扮演者幾乎搭車到場 這兩位提得大袋小袋 戰利品的動漫迷 甚至特地從嘉義北上 大概六千多 六千多 還有今天打算今天要換多少嗎 嗯...沒有打算 有預算限制嗎 沒有 沒有預算限制 漫畫博覽會首日主辦單位 還邀來日本男團擔任表演嘉賓 只不過活動還沒有開始前 場外就爆出爭執 是有 就是中間突然被 那些日本美插得 然後結果就完全都看不了 因為那些日本美都是手肩著手 然後一起衝去前面 然後還撞到人都不道歉 關了看到偶像 其實前晚就有日本粉絲 不顧主辦單位規定在場外夜排 早上八點整對時 更是直接插隊 讓漫畫會出現暴動插曲 繼續有關 陳志豐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